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十五届金石奖 蔡依林一连变换十种造型 超强基金指数 掀起了眼里高潮 展现亚洲天后魅力 但这位性感女神 在十五年前可是超清纯的邻家女孩 本名蔡依林 龙美大眼加上婴儿肥 当时才高三十九令 参加电视台举办的歌唱比赛 获得冠军踏进演艺圈 我知道你很难做 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为爱情状一个梦想 云下的带带又怎样 开始的另一场 考试想要她就写不下去了 蔡依林被封为少男杀手 却也一度被评为十大烂歌手 加上不善言辞 上节目也常常之憋 一路走来备受批评 但九令不领会 努力做好每件事 但摆脱刚出道时 被嫌同手同脚 没有舞蹈天分 终于在2007年 以歌曲舞娘获得金曲奖 最佳女歌手 要谢谢曾经很不看好我的人 谢谢你们给我很大的打击 让我一直很努力 天后的感情最轰动的一段 莫过于跟周杰伦的双推恋 没有在 你在干嘛 这样 超过这样 这样感觉会像 陈森 你是来看 你是吧 2001年一次节目录影 让彼此有了豪感 但在2005年 周董和侯佩岑 日本亲密由照片曝光 九令才知道 自己不是正牌的女友 之后传出和彭于晏 高一翔招网 虽然感情无极而终 却也恐慌的男方 其实蔡依林蛮旺夫的 所谓的旺夫运 为什么你会发现 跟蔡依林谈过恋爱的男人 在事业上都是平步轻云 甚至扶摇之上 包括彭于晏 她的这个官司解决之后 不得了了 她现在也是我们电影的 一线小生 而且也红到香港去了 高一翔在大陆 在香港 在台湾 现在身家都水上船高 2010年一位拍MV 九令和小六岁的 混血男模 锦容 查出爱的火花 在锦容拍这个 蔡依林的MV之前 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大家提到锦容 就是后的男人 后的男人 甚至于呢 她带领一个房地产 大家还把那个看板上 会写上蔡依林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 蔡依林这三个字的价值 好像锦容变得 她的辨识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锦容和九令的VJ练 至今五年 油盐肥宇 完全没有影响到两人 反而越爱越甜蜜 多次在街头放闪 不过有周刊报道 两人练琴发展顺利 是因为蔡妈妈替小两口 伴舞仙求人缘 还求有助于工作的异性缘 看看今年表现 蔡依林拿下15个广告 代言费超过3.8亿 残联广告天后 锦容先演电影小时代三后 代言电影邀约不断 让她从原本身价 只有每集三万元新台币 晋升到千万俱乐部 这和拜狐仙有关系吗 来到这间位于台北市大楼里的 狐仙庙 才刚下午就有不少民众来囚拜 有听朋友在说这个蛮灵厌的 就是大仙蛮灵厌 然后因为刚好自己事业上 跟一些运势上有一些不顺吧 想说就是来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法 想做些投资什么 所以很需要贵人 所以就想来求狐仙可以帮助我这样 因为就是交往很久的男友 就是喜欢上比的女生 所以希望大仙能够 让我跟我男友感情稳定 狐仙在神话故事中 原本是只小狐狸 经过修炼幻化成人 外表妖媚 据说拜狐仙可以增加自己的魅力和人缘 这也是演艺圈爱拜狐仙的原因之一 艺人真的很多 他本人来了也有 经纪人带来也有 他的那个爸妈来拜的也有 通常都是晚上时间比较多 我只是想求的 例如说像男生里面的朋友 还有女生里面的朋友 我要求是人际关心好一点 遇到的男生都是一些滴滑滑的 比如说有老婆或者是有女朋友的 然后他还来追我 那我求了大仙说我不要这些烂桃花以后呢 追求我的对象就不会再是这样的人 名嘴许胜梅也来拜过狐仙 因为狐仙他可以让你增加 除了这个异性人员之外呢 也可以增加贵人员 因为这个方面对我们的工作的帮助很大 我觉得都有时候可以感受一下 你的人际关系 他蛮常来的啦 他有什么事情他就会来请教我 像这次被人家破妻的事 他也来请教我 会不会有没有后遗症 我们还是会倒回来务实一点 告诉大家 你如果要拜狐仙 你顺便要不要去懂得去修感情缺分 修好一点 懂得怎么样去察言观色 怎么样去了解跟人家互动 还有像这个鸡蛋 这个鸡蛋 因为狐仙他喜欢吃鸡蛋 所以拜这个鸡蛋是非常好的 像这个 像这个 这些是泡骨方面的 还有那个麻薯麻糬 都是非常好 因为他拜他喜好吃的东西的话 你拜了他以后 他就是会很高兴 对你特别会保佑 幸福还会让他拔拔球媚福 希望增加美丽 这个媚福呢 是男生的媚福 男生的媚福 男生有吗 有啊 也可以啊 他可以求他的事业 他人缘 这是女孩子的媚福 这是女孩子的媚福 他为什么画个圈圈呢 他画个圈圈是个约束的意思 不然这样的话 你有桃花以后 有魅力以后 你就乱七八糟 那跟狐狸精没有那么两样 我们是狐仙 我们不是狐狸精 所以老师之前那个周开 他说太平的妈妈有来帮他摆游这回事 嗯 这个我不大坚持了 我没看到 我给你 有没有 有没有拜福线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什么是吗 最新闻我就是 同学来 你觉得你需要帮 拜福线的包 我好像 歌迷就是我呼现 我觉得我已经 运气跟运势都还蛮好的 我倒是没有 因为感情去 去拜拜这样子 嗯 对 那 呃 觉得 就是女后的来自要重要 否认有拜福线 不过天后的事业和感情路 似乎巧合的越走越顺 而且也变美了 哈啰 欢迎来 酒令的名字 从出道时被笑婴儿肥香肠嘴 到看我七十二遍再出发 才两年 从头到脚 几乎换了一个人 梦里面 空气开始冒烟 梦梦中完美的脸 慢慢地出现在 五官变的立体 就连上围up up 外界质疑 酒令也偷偷跟着七十二遍 上回才被说龙兄 这一次 媒体则是拿出 蔡依林的脸来做文章 找了三位整形医师 从蔡依林的这两张照片 推测出她不但打肉毒感去瘦脸 鼻子也去垫高 原先的香肠嘴更是不见了 很生气 她们乱暴走 所以才会采取法语的行动 请问是 谁有一天忽然注意到说 蔡依林法语完成 有一天我帮她试装的时候 突然就 我觉得奇怪 怎么我好像头抬过路 蹲下来帮她弄一份 我头上抬不下 像顶到上面 顶到这样 酒令说会变漂亮 全是因为自己进行 魔鬼大手根 昨天你好像有好几年 你的饮食习惯 几乎都是跟油无关 对 好 要吃草 对 所以那像你妹 如果跟她吃饭也要吃草 她只要约我们吃饭 我们通过大家都有吃的在忙 我会参加 每天只吃青菜 然后吃完东西都要过水 过水完之后 还要用卫生纸把它吸干 然后吃那种没有味道 没有调味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一点就好 就非常非常的可怕 不管酒令有没有败狐仙 但她努力从丑小鸭变天鹅 在星途旅程闪闪发光 甚至总认真正发 独自知道我回家 你以为口痕 你以为口痕